红灯才刚亮起没多久 这是一辆机车从路口窜了出来 当场被一辆小货车撞上 强大撞击力道 骑士连轮带车喷飞到路旁 结果人员抵达立即对男子进行急救 直接踏满点湿血 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火速被送医治疗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三重的 例行路一段与后组回街口 6号凌晨12点多发生车祸 现场可以看到成型男子的机车躺在7楼 当时车祸的冲击力导致附近豆浆店 摆在外面座椅都被撞了东倒西外 筷子都掉了满地 这一桩小车车头也出现了明显的撞击痕迹 初步了解 疑似因普重机驾驶为一号自行驶 与自小货车发生碰撞 机车驾驶经送医急救货 以恢复生命迹象 驾驶没想到只要再送肉品 就会发生车祸 射击式已经恢复呼吸心跳 只是一时想不然闯头灯 差点害得自己小美不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